欢迎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咱们会员专享翻牌节目时间了 咱们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会员朋友勾义FFTSE问了一个问题 说最近听完了纪连海见青史 里边说到在皇太极死后满洲人入驻中原 孝庄皇后不蒙不泰和多尔滚在宫中结婚 等于是多尔滚娶了自己堂兄的遗孀 问这一点属实吗 史料支持明显吗 其实这个问题你应该问纪连海 你不应该问我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纪连海在哪看到的这个史料 反正最起码我是没看到过这个史料 所以他才成为这个轻功四大谜案之一 是吧 这个到底这个部门不泰是不是嫁给了多尔滚 因为我也看过一个资料说 他俩人一共就见过三面 是吧说这个生前一共就见过三面 分别是俩人的婚礼和这个多尔滚的葬礼 是吧 而且呢这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部门不泰十二岁 多尔滚只有六岁 那就是那个 那个谁 就部门不泰嫁给皇太极的时候 是吧 那你很难想象一个六岁的孩子 会对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产生爱情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绝不像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 那台湾那个大叫驴叫叫叫什么玩意儿呢 那就只会扯着嗓子瞎嚎了 那个那个演的那个片子 那是的 俩人一见面都爱上了 这是不可能 绝对没有这种事 是吧 然后至于说他俩在宫中结婚 其实这个这个传说主要是依据什么呢 依据这个南明的著名将领张皇岩 就是西湖三中之一 埋在西湖边上 跟岳飞跟于谦 没有郭德纲啊 一块埋在这个西湖边上 南明鲁王政权的兵部尚书 张皇岩 他的这个一首诗 他就为了损这个满洲人 连着写了十首剑仪公词 剑仪就是对满洲人的贬称嘛 剑仪女真 所以他写了个剑仪 仪那就更不用说了 贬低的公词 连着写了十首 其中这个第七首是这么说的啊 上寿伤为何谨尊 慈宁宫里烂迎门 春关昨尽新一住 大礼恭逢太后婚 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啊 就是张皇岩造谣 你想张皇岩在遥远的江南 这个多尔滚跟这个 校庄接不结婚 他怎么可能知道 而且他就跟他亲眼看见着的 慈宁宫里烂迎门 春关昨尽新一住 大礼恭迎 恭逢太后婚 这明显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 这个就咱现在就是那种苏联政治笑话 就以前那种苏联政治笑话 动不动就是伯雷涅夫怎么着了 伯雷涅夫在波兰 这些东西 这都政治笑话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这个 当时仇视这个清朝的这些个南民的遗臣遗民 编出来黑他的 因此我对这个 就是校庄下架多少滚 是吃否定 否定的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 去问问纪连豪老师 他这个史料出处在哪 好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徐凯一 问了一个问题 听说一个说法 宋朝以前皇上不好当 宋朝之后臣子不好当 只有在宋朝君臣之间 获得一种非常难得的均衡状态 均衡状态一旦达到 自然呢 社会就比较宽容 请问呢 宋朝这种均衡状态是怎么来的 望翻盘 谢谢 我感觉啊 哪朝哪代都是臣子不好当 没有皇上不好当的时候 你就搁以前相权限制皇权 那毕竟江山也是人家皇上家的 皇上也是至高无上的 你只不过呢 你说李世民 这个都和唐高祖李渊 杀没杀过大臣 都杀过 那你说按照道理讲 那个时候相权对皇权构成威胁 那不是不能随便杀大臣吗 那照样杀呀 你像那个唐玄宗 把自个儿俩儿子都杀了 这怎么不可以啊 完全可以 都是臣子不好当 没有皇上不好当的时候 至于你说这个宋朝君臣 难得的均衡 这个实际上就看什么呢 一个王朝 你的这个气度怎么样 心胸怎么样 关键看你开国君主的格局怎么样 这我强调这个 宋朝主要是开国皇帝的格局比较大 就咱们讲太祖皇帝那个三世卑 立下那个这个誓约 立宫中的这个这个立有世卑 后继的皇帝到去看这个世卑 不能杀读书人和尚书言士了 不能增加田赋 后代柴氏子孙 这三条啊 这这三条啊 所以他有这个不能杀读书人和尚书言士了 有这么一条 使得这个后世的皇帝啊 就不能为所欲为 这是太祖爷规定的 你不能为所欲为 因此这么一来的话呢 哎 这个相对来讲 大臣肆无忌惮一点 是吧 宋朝 三百二十年就杀过两个一品官 一个是岳飞 一个是张帮昌 是吧 这个这个呃 其实说实在的 这俩都有点冤啊 张帮昌当了三十三天为楚皇帝 就还正于赵氏了吗 那岳飞那就更冤了 那更不用说了 只有只有这两个 张帮这个岳飞呢 还是武将 就这么两个纵一品的官员被杀 那然后这个被杀的官就很少很少 是吧 所以咱们讲这个呃 可能跟太祖皇帝这个三世是有关的啊 好 这个会员朋友 EDWARDG 问了一个问题 中国历史上呢 多次发生宦官专权的现象 清朝几乎没有 仅仅是清朝的制度设计的好 防止了宦官权力过大 还是因为清朝皇帝都很勤政 让别人没有可乘之机 这两者都有 因素都有 清朝等于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传统王朝 他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这个 王朝的灭亡都看在了眼里 把这个弊端呢 就都总结了 所以你看清朝不但没有宦官专权 也没有外戚专权 也没有女宠专权 是吧 像这个呃 慈禧太后最后专权的不算 那都是因为皇上驾崩了 太后专权 他没有说后妃干预宫中政务的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发生啊 就像那个刘邦活的吕后就能杀韩信 杀彭越 这种事绝对没有 也没有地方的藩镇造反 除了清初的三藩之乱 这个咱们讲过是统一战争的延续 那他也没有这个 也没有强大的少数民族这个入侵 啊 全大的少数民族 就是说这个北方蒙古南下入侵 跟准干二汉国打了一百年仗 那个他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政权 他不属于大规模的这个外敌入侵 也没有这种事 所以他不仅仅是没有宦官专权 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历朝历代的那些弊端 他都避免了 所以就是一个是他的制度设计的很好 很成功 你比如说他规定宦官最高 不得超过四品 内官不得干预政事 欲折斩 顺治皇帝都是宫中立下铁牌 就这个 所以清朝唯一的例外是李连英二品太监 其他的最高就到四品 李连英那副手崔玉棍 把真妃扔井里那个六品 李连英剩二品 他那副手就是六品 所以其实李连英 他也不干预政事 对吧 他也不敢跟慈禧说用谁不用谁 不仅做不到这个 他唯一的违反组制的地方 就是他是个二品太监 红顶太监 他不是蓝顶太监 就这么个区别而已 另外当然清朝皇帝也确实都很勤政 不假守别人 钱刚独断 什么事都是皇帝亲自去办 所以他确实也是这样 好 这个会员朋友 XTREMZERO 这也是老朋友了 问说唐初多用皇子掌兵 比如李世民李隆基都掌兵权 但是中后期呢 为什么用太监掌兵 导致他们可以随意费力皇帝 这个道理就太简单了 你想啊 任何一个王朝刚建立的时候 都是马上天子 皇子们跟着一块打天下 也都是马上的皇子 这种事非常常见 甚至皇子们经常要在外立军功 回来之后呢 你才能这个这个在宫中有一定的地位 李世民之所以能够这个代替这个李建成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常年在外作战 而李建成是太子 必须得监国 得镇守国门 得镇守这个京师 所以你这样的话 你军功自然就不如李世民 李世民就把威风打出来 那随着国家成平日久 外战也越来越少了 那自然皇子们渐渐就成长于身宫之内 富人之首 与烟似为武 是吧 那他这个文治武功方面就都大大的后退了 赶这个有点才华的 就变成个什么诗人 什么艺术家 没才华的 那就飞鸡斗狗 就只能斗鸡 这个飞鹰斗狗 就只能干这种事了 就变成了窝囊废了 那皇帝最信任的人 尤其是兵权 掌握在谁手里 他才最开心 那莫过于掌握在自己身边的人手里 那身边的人 那什么人 他最放心的 就是家母的手里 这帮人他不会造反 他六根不全造反 他能当皇上吗 不可能的 谁为了自己的侄子当皇上 自己起兵 没有这么高尚的人 对吧 所以就这些人 他最放心 因此在李隆基在位的时候 就让自己的新府宦官 高丽氏 以纵一品票计大将军衔 出掌进军 那这样来 逐渐就形成了这个 宦官掌权的这个局面 最后奴大欺主 就能废立皇帝了 就这么个事呗 是吧 好 网友朋友 这个会员朋友 卓九华陈阳 问了个问题 袁老师您好 为什么同样是开国皇帝 有的庙号是太祖 比如宋太祖明太祖 有的庙号是高祖 例如汉高祖 唐高祖 这没有为什么 这你随便 就是说 因为这个庙号这东西 最早就是四个字 太中世高 这个咱讲过 最早就是这四个字 四个字 但是由于唐朝以后 所有的皇帝都有庙号 所以才用士号里边的话 用士号里边字来做庙号 比如什么德宗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景宗 他才开始有这个 不以行刚约景 所以才有了景宗 什么这些庙号 所以太和高 都是原来传统庙号的字 你用哪个都行 用哪个都行 这里边纠正一下 这个汉高祖不对 实际上是汉高帝 他庙号也是太祖 西汉有庙号的皇帝 只有四个 太祖高皇帝刘邦 所以他应该是汉高帝 不是汉高祖 唐朝确实是唐高祖 这没有为什么 你用哪个都行 用太也行 用高也行 用士也行 这个都可以 这个用中也行 但是没有人 一般开国的都是太或者高 没有开国就用中和士的 所以一般都是中兴之主用士 元士族 清士族 汉士族 汉士族就是光武帝 才用士 所以这个没有规定 非得用太 用高也行 就这么回事 好 那会员朋友们问的问题 咱们就先回答到这 看下一期 会员朋友们有什么更好的问题 咱们在会员节目里接着翻牌 谢谢大家